大家好 歡迎來到我們週末的聊心會客室 我們今天依舊請到我們漂亮美麗又大方的 傑斯卡姐姐 我叫她姐姐是吃辣豆腐 傑斯卡來到我們節目當中 一起跟我們來分享重要的心靈成長的體驗跟過程 剛才那個在錄節目之前 傑斯卡就說她現在都覺得自己過著天天的 天天真真的 這個很容易開心 然後等一下要跟大家分享 沒有很多反而很多心想事成 反而很多輕易豐盛 所以這一集這幾集的主題 我想我們都會講這個所謂的 金錢上面關係的輕易豐盛 怎麼來的 那麼大家接下來會非常的 這個真實的去分享 她的這個輕易豐盛的過程 跟這個心法 跟這個內在的這種變化是什麼 希望讓大家也有點收穫 然後我也要祝大家 因為既然是輕易豐盛嘛 好 那所以我們也祝大家 這個所有的輕易豐盛 都屬於我們 我想我們給這個祝福呢 不但是很誠懇的 那我們自己也在這個 路上 在這個道路上行走 也希望各位呢 可以一起跟我們來行走 那麼體驗那個內在的轉換 跟輕易豐盛之道 那麼等一下呢 我們要先讓Jessica來幫我們分享一下 就是她之前跟我講的 怎麼樣能夠讓 這個金錢的流也好 或者是說 自產是吧 或者是 這個有一些自然而然的 這個幫助會到來 好 好不好 這個我記得你剛才 我們在節目之前 Jessica有跟我提到兩件事情 一件事情是跟她買房子有關的 一件事情是跟她還債務有關的 對不對 你剛講這兩件事嘛 對 對吧 那你覺得要先從哪一點來分享給我們觀眾呢 先從買房子 先從買房子好了 對 因為就前陣子我 想要幫助我的家人買房子 就是我哥哥 然後在幫助她的過程當中 我自己也很順利的買到一間房子 然後是用很低的自費款 然後就買到 就是我自己心目中覺得很理想的房子 因為她是有含裝潢 所以我不用再多花時間去做裝修去布置什麼 就是我直接買來就可以 可以住或是可以出租這樣 對 但是你有提到說 除了租租外 你可以用很好的 就是別人帶不到的這個層數去帶 對 之外 那麼你還順利的 沒有什麼障礙的 很順利就買到了兩間房子 對吧 那你能不能講一下 就你所體會 為什麼你可以 這麼輕易的 這麼簡單 然後或者是說沒有什麼障礙 又帶到這個層數又好 然後這個房子又好 你是怎麼 真的是一個技術上的問題呢 你想要分享給我們聽眾的是 這是技術上的問題嗎 你是很 我知道你是有做這樣方便的專業 但是 但是到底這是怎麼開始 你為什麼要買兩間房呢 就是其實我本來是預計買一間就好了 但是 因為家人想要買 然後所以我就帶他去看房 就是應該是說 我建議我的家人買房 因為他已經租房子十年以上 你說二十年還是十年 十年 十幾年 超過十年了 然後所以他已經繳了那麼多的房租 我覺得很可惜 那我就分享給他 就建議他一定要買房子 聽說你是一直說服他 不要一直租房 對 因為就真的很可惜啊 然後 因為他自己也有小孩嘛 所以其實 有小孩 我覺得還是要一個穩定的生活 會比較好 對 那我就建議他 因為他原本租房子是租基隆 那真的也是很遠 那我就說那基隆其實跟 就是我現在是住淡水嘛 那基隆跟淡水其實房價差不多啦 那就 不如買 對就買在有捷運的 還更好 比基隆還更好 對吧 對天氣也比較好 天氣也比較好 因為基隆真的很愛下雨 愛下雨 然後就是我就請他過來淡水看 而且整個就是一路就是帶著他去 去買啦 去逛啦 去逛啦 然後去看 然後請他吃飯 還請他吃飯這樣子 出錢出力又出人 對 就是花很多時間就是在陪他 因為買房子不是只有看一次 他其實跑來很多次 然後每一次我都會請他吃飯啊 帶他去看房 就是 其實我很好奇就是說 為什麼這個 你這麼想要幫助你這個親戚 其實不是只有他欸 我還蠻喜歡幫助別人 談談這個部分好不好 就是 就是就算是同事朋友家人 只要他們可能需要我幫助 我都還蠻樂意的 所以其實你的出發點不是幫他買房子 而是幫助他 是這樣嗎 對 其實因為我自己 我過去是從很痛苦到現在是很快樂 很豐盛 對 那種是很很自然而然 滿出來的 對然後就會覺得我很想分享給身邊的人 分享 其實你們也可以 對 因為其實我過去很痛苦的時候 他真的是 那我現在就是 比以前好很多 超乎想像的快樂跟滿足 就是超過我預期的收穫 然後變成是我身邊的人會羨慕我 其實我蠻常被身邊的人羨慕 我要跟各位觀眾講一下 為什麼我會請Jesica 來這個節目 是因為她真的 她講了我也很感動 因為 我知道你以前的情況 對 所以她說她很痛苦 走過來 然後很想幫助她的親戚或家人的時候 我是真的感覺到 她是真心的 所以她會她為什麼會很想要 幫她哥哥賣房子 就是 其實不管是幫 幫她買房 或者是幫我其他家人還債務 債務 對 也都是這樣子 其實我覺得因為我走過 走過就知道 對 其實我知道說 有時候只要我們願意幫助別人一把 就是 那只是一件事或是一句話 只要能幫到她 我就會覺得很值得 因為我們在痛苦的時候 我們都知道 我們這個時候很希望有人可以幫忙 對 所以當我們自己走出來 或者說我們自己 不管是這個錢也好 關係也好 都變好 我們就很覺得說 那你在痛苦裡面 我 就好像當初我那樣子 對 那我幫忙是應該的 是正常的 對 當然也不是說 她不需要 我就硬要幫她 就是她真的有需要的時候 因為我 也曾經就是自己很熱心的去幫別人 可是別人 別人不需要 這個我們也會 她可能沒有準備好 OK 然後 所以 就後來我就是 會 去評估 如果她真的是很需要幫助的時候 當然就是大力的支持 大力支持這樣子 我們都走過來了 你也可以 全力的支持這樣 你就是不會太想到自己 對 有時候只是 就對方開心就好 對 各位觀眾有看到 傑斯卡很感動 有沒有 有沒有 我們是講真的 我們走過來的人 就會特別想 也在幫助當初受苦的人 這是很自然的心情好嗎 那不是什麼 我們特別去套什麼慈悲 套什麼寬恕來用 那是很自然的心情 因為你走過 你知道那個痛苦的感覺 你知道那種 身手不見五指的那種恐懼 所以你當別人在 尤其是自己所愛的人 嗯 你有這種情況的時候 就會很想要幫助她 對 而且其實我發現 就是其實 以前過得不好 是因為自己可能 心裡想都是比較恐懼擔心的事 所以有很多事情不敢做 對 或者是 嗯 沒能力嗎還是 就不相信自己或怎麼樣 不相信自己可以做得到 對 然後當我從那樣的狀態 後來走到現在 我就會覺得說 有些事情是你先做了決定 嗯 老天就是人事物自然就會聚集 就像老師這樣說 聚集 對 你心裡有個願 然後就會有力量來幫忙 喔 在節目前我們談了 當然我們預談了一下說 今天要談什麼 那我就談到一個 因為JC卡有問我 他問我的問題就是說 欸 老師你覺得那個輕易豐盛是真的嗎 對啊 是怎麼來 我就先舉了這個聖元法師的例子 你看 當初是沒有錢沒有資源沒有人 那後來怎麼辦成醫院的呢 那當然這個就是所謂的怨有多大 力就有多大 心之所指嘛 那你的力就往哪裡 這個 往哪裡傻嘛 那當然我們現在 我說我有好多的學生 他還不用沒有做到那麼大的偉大的情況 就是說 哇一定真的是 那個全心全意的那個 那個純真的那種願望啊 那種那種力呢 力到那麼強啊 還沒有做到那裡呢 我們只是掃除一些障礙而已 掃除一些恐懼啊 擔心而已 我們只是掃除這些而已 他整個業績就上去了 整個關係就變好了 整個住員就來了 我們還不用做到這麼偉大 對啊 所以其實我在幫我哥的時候 我也是這樣 因為可能他們第一次買房 就會很想 很會會想說我會不會付不起 會不會扛不起這樣 然後我就會給他很多信心 很多支持 對 就是告訴他說你一定可以 因為其實你把房租拿來付房貸 其實差不了多少 尤其你做這一行的你特別懂 那我帶他去看房子 幫他談房價 連房價都是我買的 因為他有懂 然後借他錢 借他錢 能幫的我就是都幫上買 然後呢 因為其實這個過程當中 我就會發現說 這個物件真的還不錯 所以我就覺得 我好像也可以買一間 所以後來就變成你也買了第二間 對就是我哥買我也買 然後就很很神奇的就是說 因為買房確實當然要看個人財力 所以其實我哥那一件的 到現在都還還在審核當中 那你的已經過了 我的早就過了 你的早就過了 所以我就說他的很順利 對 我超快的可能不到兩禮拜 我的就過見了 然後帶了85成下來 因為聽說他那個位置 一般人可能帶不到 一般銀行貸款只會帶到75成 對 帶到85成 帶到85成都很不錯了 可是我是帶到85成 就是可能連軍公交都不一定帶得到 對對對他有講說 軍公交都帶不到這個成數 他也不是軍公交 他財力也沒這麼多 可是為什麼有呢 這個是我們不懂的道理 但他就是 就是因為他有一個非常想幫助他親戚的原因 而且他很想要真的能夠幫得到 那當然對方也願意啦 對方也願意給你幫嘛 所以才會讓你 就是你才陪得了他去看房子嘛 對 我覺得就是我們今天在講這個東西 就是說 所以我們很輕輕說 傑斯卡你好棒喔 他說 你說還有很多朋友也 想要去買同一間 對 就是每次朋友要來 其實我已經帶了好幾個了 還有其他的家人來 那他們要來我就是都陪他們去這樣子 對 我們在講這些我們所謂不懂的這個 所謂的隱藏的這個道理 就是說呢 傑斯卡先有一個非常想幫助 他親戚的心 而且他是因為他自己以前苦過 他希望他們也能夠從苦當中出來 不要有了孩子還在一直租房子 對 那不如以他的專業來講 不如就是買一個好的物件 然後就有自己的房子了 那他很想幫助到他的這個親戚 那麼由這個初心有這個發心開始 我們不用發這麼大的怨 發這麼大的這個力 但我們只是很想要幫助 我們想幫助的人 就這樣 然後接著 很多好運 帶也帶到了 很快也過了 然後甚至呢 就是說 又找到很好的物件 這些好運就來了 對啊 就形成了 也幫助到他的心氣了 嗯 對 我覺得就是說 我們今天在講說這一集 或這幾集要講的這個輕易豐盛 我們不是在講說我們用多少的技術 我們用多少的算計 來得到這個所謂一個好的財務上的位置啦 還是經濟上關係上的位置啦 而是回到我們那個發心裡面 你那個發心的那個價值感 大不大 你想不想 你可不渴望 那當然我們是因為 來自於我們自己苦過 我們曾經無助過 我們曾經求助無門過 那所以我們很想幫助我們所愛的人 也可以離開那個位置 所以這個發心是非常純真善良 而且很有愛的 你看他又要流眼淚了 這是真的 這是真的 就回想起來也還蠻感謝那時候 比如說那是阿斯老師 或者是我之前身上完全沒錢的時候 我也有過 那個我的朋友就買了很多書給我看 送給我看 對我們被幫助 對然後我想要上課 上老師之間心理學 哇學費是我主管付的 主管幫他付的 這好多人幫你喔 對就是其實我以前是被幫助 所以難怪你現在這麼想幫 對所以我現在也非常想要幫別人 然後幫別人之外我也會 就是跟他們分享說 他們也應該要這樣子去幫助 對也要在那個真相循環裡面 對就是那個善的循環 善的循環裡面 所以這樣好事好運自然 可是到底怎麼發生呢 我們搞不清楚 為什麼這麼順利就代誠了搞不清楚 很感動然後又很開心 就是自己的生活 那無形中的轉變就很大 所以當我們發心是非常純真善良 正向的時候呢 好像有一股隱藏的力量 來幫助我們 不管是貸款成功 或者是說抄帶 抄帶到我們想像不到的一個陳述 或者是說 有貴人來 有好運來 有人來幫助你 有人來還你錢 對 還我錢 還我錢 對 都來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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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